在我这里这么认为 就当你有了亲密关系之后 生活里的其他的一切对你来讲都不重要了 就是或者说说白了 就是爱情在我这里是凌驾于所有的一切之上的 就是它在透口秀之上 你有了那个东西之后可以不讲透口秀 讲透口秀讲砸了也没有事 因为那个东西可以消解你一切的痛苦 对疫情的消息 您就在哪里是在月下吗? 昨晚晚上就是睡的比较早 凌晨4点睡的差不多 因为我在前几天都是 早上八点睡 因为在前几天一直在比赛写稿 然后我会写到凌晨六点 其实也没有多努力 就是把白天的时间都睡觉 然后晚上写稿 就是从今年开始 我之前不至于睡这么晚 我可能三四点 最多三四点就睡了 然后现在是写到三四点之后 你发现还没写出来 只能再熬到六七点 就一直熬 等到把那东西熬出来为止 因为有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熬到早上六点 突然在六点的时候 写出来一个梗 你就会觉得熬到六点是有价值的 就是六点也是可以出梗的 你第二天还会熬到六点 反正就是写到后面会迷信起来 会陷一些玄学 昨天六点能出梗 今天六点应该也能出一个梗 然后明天还有一个六点 这就差不多了 就是这种 我今年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是我想在这个舞台上 拿出来至少三段 称得上作品的东西吧 交出了两段 还差一段 我讲了四段 有两段特别好 然后有两段有点一般 我就觉得还差一口气 就如果我下一篇再不好的话 我可能就想要进决赛了 因为我必须还差一篇 好的内容没有交出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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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现在就开始攒了吗 就稍微抓紧 嗯 好 好像就给你走 还没有稿呢 我昨天现在 然后还有四天就要录了 我可能更多的会聊些比赛 因为最近没有别心情聊别的时候 下一次主稿会是啥时候 后天 后天 现在还没有东西 对 我要没 这就是到第八集了 主要是之前也没有 没有经历过这种 没有打过这么时间不富裕的仗 就是太极限了 我们之前没有人做到过 比如说在一周的时间内 交出来一个作品 可能你一周出来的东西 就是一个行活 但我们感觉好像尝试一下的话 还是有可能完成的 其实你就会发现 作品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堆技术 螺在一块嘛 就是你只要这个东西 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它就撑得上一段作品 好 谢谢 谢谢 我不擅长的事其实挺多的 我甚至觉得我除了写脱舞秀 我一无是处 我除了创作那个东西 好像没有什么擅长的事 有这种感觉 它选择了我 有这种感觉 这些东西 就是这样 我这种感觉 其实我可以让我脱出 给你帮我 我这种感觉 一样的面税 我三度之来 我这种感觉 要有什么感觉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排》 大家好 你想喝点什么 看看 给我来个香草拿铁吧 温的吗 温的吧 温的吧 现在挺喜欢的 现在挺喜欢夏雨天 因为 小时候不太喜欢 小时候夏雨天 没有人出去玩的 现在也不太需要出去 反正一直在室内下雨天还挺好的 因为我感觉下完雨之后空气会很干净 然后怎么外面路面上也会很干净 就感觉焕然一新的感觉 哎呀好嘞谢谢 谢谢 我自己来端一下 那我就坐这 哎呀 这地方挺好的感觉可以常来 但我们就不会在写稿的时候来这种地方 就你因为你写稿的时候心情会很糟糕 你来这种地方感觉就会给它污染了 就比如我们写稿的时候真的 是真的写不出来是真的有压力 我们可能会骂街 极其难看 眉头紧锁 在那坐着就这么看着这个屏幕 往下想梗 想了五分钟没想起来 想起来都不好笑都不对 就走神的 然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十分钟半个小时可能回来 再接着想想更直更直更直 我觉得脱骨秀对我来讲不是工作 但也不是说是使命那么重 没有那么严重 就我区分这个事是这样理解的 就比如说如果一个工作的话 他不给你钱 你是不可能去做的 但脱骨秀这个事可能不给我钱 我也愿意去做 就比如说脱骨秀演员这个职业 很多时候他并不是说我选择了这个职业 而是脱骨秀这个职业选择了你 就有些人他天生就是脱骨演员 他不干脱骨秀他也是脱骨演员 有的人他即使干了脱骨秀也不是脱骨演员 反正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如果不做这个选择 我选择去上班的话 说实话我上班也挣不了多少钱 他们那些纠结的人就是因为 他们可能另一份工作挣的钱比较多吧 这个当然会纠结一下 如果换成我我可能也会纠结 我反而是没有那种顾虑 我选择上班 为什么要选择脱骨秀 因为选择上班也不挣钱 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 你要从事这个行业 你必须得有 你必须得是认为我就是能干这个 就是脱骨秀选中了我让我干这个的 我一定能干好这个 你如果没有这个自信 你是不对的 你是不对的 我之前跟庞姆也聊过这个事 就是脱骨演员 你第一次站上台的时候 你必须得是感觉我是那全天下最好笑的人 你必须有这个感觉 你如果没有这个感觉 那你不对 我刚刚上台的时候 那时候发现自己讲的东西 跟别人有很大的差距 我就会怀疑我是不是不太适合干这个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了 但我运气比较好 又好在每当我产生怀疑的时候 都能讲一场现场特别好的开放慢 然后自信心又回来了 又续上了 就是那些个靠方法论的人 他也需要天赋 就是那些个纯靠天赋的人 他其实也有他的方法论 只是可能每个人的方法论不太一样 但我认为方法论是有高低的 我掌握的方法论更高级一点 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了 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果没有解决就是技术还不够 因为就是 因为你可以倒着推嘛 这个作品它最后出来了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你把它拆解开就行 就是它是由真成组成的 真成这个东西并不是虚无的 你就在本本上记上 需要真成 真成可以用技术做到 那你就逼自己说真话嘛 是不是可以做到 就可以做到 因为可能我现在没有之前那么偏激了 看一个事儿的话 就我知道偏见可以驱动创作 然后我不断的修正我的偏见 就我其实始终凌驾在那个偏见之上 所以我就知道哪些偏见要留下来 因为我会技术 所以就是到说到最后 还是说你的脱口技术也一直在进步 就是你的人格更完善 但是我知道哪一部分人格是能够拿来创作的 恋爱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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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我一般 其实不会看这种书 就是我 就这个书的 它的这个封面的设计啊 还有这个字体的这种是排版 我一看我就不会买这个书 还是方法没学会 包括你跟人社交也是 我肯定是肯定有很多方法嘛 就是但但但但有些方法可能就是 怎么学也学不会的 因为谈恋爱肯定也是 肯定也是 就比如你跟一个 这个书就是教你方法的 对吧 就是这个书我虽然不会去看 但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它一定是有价值的 就是你 你看人跟你说了 直接表达自己的感觉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方法 你把你把这些应用到里面 肯定是对的 看你应用的自然不自然了 看你应用的好不好 就他这应该 门槛效应 自己有话想和他说时 偏巧他总是没有时间 此时怎样说话才是最有效的呢 如果开场白事 我最近有些想不开的烦心事 能和你谈谈吗 他就会想烦心事 那肯定需要很长时间 因此必定静而远之 你看是不是告诉你了 那你下次就不要说烦心事就好了 就是有这东西就是有用的 我是觉得就是方法可以解决一切 就可以解决恋爱 我是会我刚才说的话 这本书还是有用的 我回去就看一看 我回去就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人 对我影响特别大 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 他就老是强调一个事说 你学一个东西一定要掌握学习的方法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学得很快 就说来就画长了 就老师是教美术的 他就感觉学画是要有那个方法的 就可能你练十遍 但你练的不对 人家听了半个小时 知道先从哪里落笔 就对了 一遍就对了 这就是方法 就是他那个方法我感觉太对了 因为我亲眼见识过 就愣化就是不对 你看一眼方法就对了 对我的冲击很大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记住了 学什么东西都是有方法 就是你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只能有一个原因是 那个方法你学不会 我其实反而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是一个不太需要 那种亲密关系来排解我的情绪的人 但我其实恰恰相反 我好像特别需要那样一个人 我特别相信那种亲密关系 我甚至觉得是 在我这里就是 那个亲密关系 是超越所有关系的 他在所有关系之上 在我这里这么认为 就当你有了那个亲密关系之后 生活里的其他的一切 对你来讲都不重要了 就是或者说 说白了就是爱情在我这里 是凌驾于所有的一切之上 就是他在透过幼之上 你有了那个东西之后 可以不讲透口秀 讲透口秀 又讲砸了也没有事 因为那个东西 可以消解你一切的痛苦 你有没有loving 那人的头发头发 我站上去 慢点 他这个成 这样行吗 可以啊 可以啊 行 为什么我站上去那么像装修的 我感觉这个梯子就是我的平时的工作的工具 我往这一站就太像装修的了 挂腻子的 你看我这个裤子其实工装嘛 工装是这么来的 就是母提这个东西我现在有一点抗拒 我只是写了那一个段子 写了那两套段子 把那两套段子拼出来之后 大家说这个段子底下是一个穷人 但我写的时候并没有发现 我只是描述了我的生活 然后大家发现是一个小人物 可能就是反反抗世界反抗生活的那么一个视角 但我只是讲了我最想说的 说了我最想说的话 其实它有点本末倒置了 我不想我不希望这个事出现 因为创作的逻辑不应该是这么本末倒置的 但其实我去拍这个时尚大片什么的 我并没有真的认为我是一个时尚圈的人 我并没有真的认为我时尚了 嗯 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去拍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玩的事 很多人会问我你是不是又去搞时尚了 我其实只是我去搞笑了而已 是Emo的还是不帅的 可以稍微小Emo一下 小Em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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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o男孩 他这么热情很难Emo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来 收 对 很好 帅的 帅的 是帅的 是帅的 太熄毛了 我都不感觉 对 看我一下 对 很好 哎 很帅 帅 帅 有态度吧 嗯 来了来了 有了很帅 是真的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真的帅 这句话没有必要强调 哈哈哈哈 前面 没有这个声音 我咬 咬掉了 其实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这句话是对的 就是这样 悲剧的内核越大 最后出来的那个笑声也就越大 就比如说当别人说我 的外貌的时候 我其实会对这个有一些 介意 但是我把这个事写成段子之后 观众笑了 我就会别人再说我的外貌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介意了 我觉得脱口就喜剧吧 喜剧给人最大的力量就是 我们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让你在下次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笑着面对 好像是这样 就其实我当时住在地铁终点站的时候 这个事我是羞于其耻的 我觉得这也太惨了 但是我把这个事讲出来之后 我发现住在郊区的朋友好多呀 就他们再遇到这种事就觉得 也无所谓 我想说的是啥来着 忘了 忘了 我那个事我想聊啥来着 我不是 其实我一直想说那个 就我从小就不太喜欢拿第一 我喜欢得第二 因为我觉得得第一压力很大 你感觉天塌下来要第一要顶着 所以我每年比赛的时候 比到后面我就会很慌 我就怕万一这要得了大王该怎么办呀 虽然我知道我可能就是你拼尽全力也拿不到大王 但是还是会有担心 就万一拿到大王怎么办 但我觉得奇末他的能力是配得上大王 我觉得我的能力配不上大王 我就会有那个担心 现在留给我的路只有一条 就是亚军 但是亚军的对手又太强了 亚军的对手是建国 你知道 我有时候会怀念那个时候 我最近特别想回到18年 我那会儿其实没有任何压力 我做的事也是我擅长做的事 然后住的也比较远 那会儿唯一的压力是生存的压力 就怕这房租交不上会有这种压力 很根本的压力 但那个压力你会发现 其实跟现在的压力比它很小 因为房租交不上这个事 你好像稍微赚到一笔钱 它就交上了 那个压力就没了 那时候也没什么钱 那会儿的快乐很简单 就是能够今天不用自己做饭 能够点个外卖就特别开心 因为不用再洗碗了 那时候就无论点什么 你只要能点个外卖就很开心 就那会儿的开心特别简单 我现在有点期待我的事业下滑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会想 如果我的事业突然一下一落千丈 还挺好的 挺好的 对 我有点 但是这个事吧 我自己又不能主动放弃我的事业 但是我的事业下滑 我可能会很开心 可能会很开心 我们语言上有魅力 但是你这个语言的魅力 并不能够逮着谁 就跟它说一顿 第一眼 对你的第一项 就是看到你整个的外形 整个的穿搭 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带给你的自信 会更直接一点 然后我如果要真诚 我就不能骗你们 其实在我比较贫穷的时候 我就认为我穿衣服挺好看的 我就认为我是能够 在穿搭上 在时尚上有一些发展的 你要说我现在心态突然变得怎么样了 认为自己可以搞穿搭了什么 不好意思 我之前就这么认为 我觉得Google平台上品类很多 就是从球鞋呀服饰呀配饰都有 而且你像我一个时尚小白的状态 可以在里面汲取到很多的穿搭建议 而且它里面的种类非常多元 我觉得就是能够在上面快速地找到 适合自己的东西吧 你并且被冒进去 你并且被火吹摇 没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